魔鬼怎么可能被封 圣者 你真觉得魔鬼能封得住 魔鬼不可能被封 都是时间的谎言 古伦德 古王是圣枪的继承者 敌人 魔鬼都已败在古王的圣枪之下 荣耀属于赫图兹家族 但那魔鬼 阿玛菲特 从未离去 当心 你们一定要当心 魔鬼和我同在 它从未离去 前辈 前辈 你 快吹那曲子 引出那魔鬼 让它来嘲笑吧 它定不会放过我 定又会前来 即使又会把我卷回那魔窟 它来了 我能感觉到 魔鬼在哪里 我们祝您一起消灭它 你们是看不见它 只有我能看见 它一直与我同行 在我的王座旁窃窃私语 格伦赫图兹赫图兹终于夺回了曾失去的一切 擦亮了家灰 甚至让三重关的神性更赋予了它无上的权柄 但有消息在暗中传变 帝国的境遇都有流言 陛下曾与魔鬼定下契约 荣耀王座上的只有英雄的屈窍 陛下正坐在灼热烟雾中 不 不出动军队 不要杀戮 至尊荣光 理应召服臣民 孤不想见到卑劣与死亡 哦 瞧 王座后面烟雾沸腾 屹立着永恒不息的火焰之城 同是魔鬼 而今 却又想伪装好人 小小匪夷酿成灾祸 尊敬的陛下理应提前解决 为何不杀光那些绞舍的小人 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 不 肮脏的魔鬼 难道不是这藏屋堆积了你耳京的盛名 不 我的工业将被千古传唱 哦 包括我们的契约 灰之王 滚吧 滚出我的宫殿 那么 阿玛菲特遵照曾经的契约 将履行赫图兹陛下的一切愿望 包括离开您的宫殿 但是 陛下 王国的骑士已在殿外 想来取陛下的性命 啊 无耻小人 竟想要抢走我的冠冕 快 快 快叫阿玛菲特过来 阿玛菲特已离开宫殿 狡诈的魔鬼在危急关头背叛 或许这是从起初就暗藏的谎言 啊 圣枪的灰药依然清晰 还有机会夺回一切 魔鬼 你将付出代价 何来流言 何来无名 那是魔鬼的构陷 孤王会找到她 惩戒她的背叛 据迟 这曲子似乎让她陷入了癫狂 啊 这还能怪曲子 她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 或是她离开楼兰后发生了什么事 但曾经的古伦德豪爽正直 重情重义又勇武过人 总不是这般模样 古伦德 前世的一切早已既定 无法改变 该放下的就放下吧 是我亲自把灵魂献给了魔鬼 为了圣枪 为了家族 是我亲手毁了圣枪的荣耀 毁了赫图兹家族的未来 我才是魔鬼 圣哲亲告诉我 我忠诚无二 无畏无惧 一生只为守护圣枪与家族的荣耀 为何却是如此下场 我不是圣者 亦不知何为圣者 依我所知 世上固无圣者 却固有魔鬼 圣者有忠实 魔鬼无绝期 能打败魔鬼的从来都不是圣者 而是我们自己 一生只为守护圣枪与家族的灵魂 尿牙张开 从喉咙里有熊熊的火流喷射出来 瞧 硫磺沸腾 渴望得救的罪人正向烟雾走去 罪人 伟大的皇帝怎么成了罪人 勇士在黑暗的洞窟寻回了荣光 却将灵魂留在了那里 只剩轰荡荡的一副躯体 一步为离 一步为离 赫图兹的回忆就到这里 到了 皇冠 王国 荣誉 我失去的一切都将被我亲手夺回 只要杀了他 这一步为离 哈哈哈哈 快来看看这是谁 圣枪的继承者 他回来了 灰之王是在味剧圣枪的灰药 连出现在继承者的视线之中都不敢吗 滚出来 看来圣枪的回药已坠 竟在圣灵的鲜血中 被凡人的欲望缠绕 所以你的枪真的浸在了鲜血里被欲望缠绕 你是谁 神圣的皇帝 虚妄的荣光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枪浸透了鲜血 被欲望缠绕 你坠了回药 声名已舵 无法再穿透恶魔的胸膛 啊 这就是恶魔 从不遵从无用的信仰 滚开 欲望 我嗅到了你想投袭的欲望 皇帝 你的千军万马现有在何方 他孤身一人 唯恐他深入的洞穴 这些青土真相 哈哈哈哈 来战 嗯 看来我需先离场了 阿玛菲特 让我来看看 皇帝的圣强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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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明已舵 无法再穿透恶魔的胸膛 你在胡说什么 恶魔已死 现在 归来吧 唯必那日 唯我索弃的良知 善意 以及对这个世间的渴望 你浸透了鲜血 被欲望缠绕 怎知我 还是为你索弃的良知 善意 以及对这个世间美好的渴望 来战 尊贵的陛下 英勇的骑士 被你屠戮的村庄居然也会为您效力 为皇帝笑声 自然 也能该为皇帝笑死 来 举个胜负 我倒是看起来 这是发生鲜贝 只能鞋与人稍微 给你们暖所 鲜血滋养的月王 阴谋堆砌的盛名 无法再穿透恶魔的胸膛 陛下 我从未离开过你 鸟牙张开 从喉咙里 有熊熊的火流喷射出来 瞧 刘皇沸腾 渴望得救的皇帝 正向地狱走去 皇帝走向了地狱 但圣明再度在他的皇冠顶上环绕 但皇帝走向了地狱 但光阴将永远眷顾他的身躯 从走出洞窟的那刻起 从走出洞窟的那刻起 赢了战斗却输给了魔鬼 得到一切欲求 却失去了所有 我只不过是想在王座上永远留下赫图兹家族的名字 可现在只有王族 却没了赫图兹家族 山河岁月把人抛 情缘至欲生死难忘 这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曲调 也不知究竟出自何处啊 细想啊 却真似是乌膳的丰盛 千人千面 长歌里头故事结束人退场 就是不知道我这梦里的半截曲儿 怎么就没给我点提示 哪怕只能等了 时候未到吧 如今不如且同我再奏一曲 天地一逆缕 同悲望古尘 好 明示之音的故事 看起来都告 到 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明示之音的活动故事剧情内容啦 虽然 我觉得在九云跟白手前面 还有白往前面我觉得都蛮好理解的 从仙女超在古伦德这边我就 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怪 昨天有跟大家讨论到仙女超的部分 就是 就是怪怪的 就有点好像硬把他 叫什么美名化了吗 对昨天的观众有跟大师我讨论到这一点 这一点的配置我觉得还ok啦 那古伦德 古伦德为什么是这样子编 我到现在还是 搞不太懂 为什么 仙女超还可以理解 但古伦德的部分 好啦我对西方的历史 欧洲 欧洲西方的历史还是没办法 我还我原本以为说可以把仙女超 邪锁 到底是为什么身上会有邪锁 结果他这次没有 没有讲到这部分 过去之后有机会可以 可以了解为什么 仙女超身上有邪锁的 邪锁链 这边就讲他为什么会当人土啦 但是 在神魔之尊传当中啊 他会变人土就是因为 他因为邪锁链之咒所害 所以他必须 吸取 吸取 诶他是用刀还是 锁链吸取人血 人血吧 刀还锁链啦 所以他那时候才被当人土啦 发 发狂起来了 好 所以目前剧情就这样子 OK 好吧终于玩完了 然后剩下就是来刷刷材料的部分啦 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 天气节所有的迷失 自运的剧情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